7月29日,苏醒因祸从口出现状争议,他通过视频向大家致歉 当天,苏醒些家人观战乒乓球赛,兴奋之余发表感言 乘来看几场胜负毫无悬念的比赛 不料触动球迷心弦,被指忽视运动员艰辛 随后,苏醒录制道歉视频澄清 近期热议中提及的言论 是为现场观赛激动下对国平实力的自豪表达 却未料到毫无悬念一词被误解为轻视努力与对手 他解释,本意是彰显国家对之强大,信心满满 却未料到如此表述欠妥 被指过早庆祝,给运动员带来压力 也忽视了对对手的尊重 苏醒深刻反思,认识到运动员背后不易 美金皆非易事,对此深感歉意 他承诺,未来将谨言慎行 专注于艺术表演,减少体育等话题的公开讨论 避免再次造成不必要的误解与困扰 对于此次风波给球迷及公众带来的不便 苏醒再次诚恳致歉,对此,你怎么看呢